好痛啊 好痛啊 你左腳別那麼用力 慢點慢點 到家了 劉虎 你幹嗎去啊 我要回公司 我現在受著傷呢 又不方便 你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 我怎麼辦呀 我去找人照顧你 我就要你 我誰都不需要 再說公司有Lisa 你就在這兒多陪陪我嗎 現在七星級酒店的項目 正在緊要關頭 Lisa一個人搞不定 我必須回去 七星級酒店的項目 我一直也在關注 從籌備到啟動 需要很長的時間 應該也不差這一時半刻的吧 我餓了 劉虎 你幫我煮碗麵吧 冰箱裡有材料 我好久都沒吃你給我煮的麵了 幫你找外賣吧 我只想吃你給我煮的麵 劉虎 你別逼我 你也不要逼我 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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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說你們倆 這都結婚了 這衣服得老媽洗 飯得老媽做 你們兩個人好意思 天天就在這兒看電視啊 玩著玩著 真是 楊楊 蕭蕭 我已經沒事了謝謝你 蕭蕭 我的 媽去幹嘛去 老公 快來 快點 來來來來 這下麻煩了 好吧 那我送你上樓好不好 不用了 雖然我現在已經離婚了 你是孩子的爸爸 但是我還沒有想好 要怎麼跟你相處 我現在特別地亂 讓我好好想想 給我一點時間好嗎 好 小輝 你這個現代版的陳師妹 怎麼還來敢見我女兒啊 從現在開始 不允許你靠近她半步 媽 媽什麼媽 你怎麼還跟她見面哪 不知道她把你害得有多苦啊 你是想氣死我呀你 阿姨 什麼阿姨阿姨的 現在滾 趕緊滾 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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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你快走啊 阿姨走 快點吃點東西好嗎 快點吃點東西好嗎 我趕緊滾 因為我現在還要鎖碎 真的 您這話不對 向輝怎麼說也是下去的親爹呀 你這種血緣關係 你是割捨不斷的 你想不承認都不行 我告訴你啊 我徐沛文就是砸鍋賣鐵 我連接起託 我也能把我外孫子養大 我们不靠她那个陈世美的爹 雅雅 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觉得刘伙还是靠谱的 而且我能看出来 她对你是真心实意的 你别管那个何雨琪 只要你们俩是真心的 何雨琪能兴风作浪吗 妈 何雨琪那个女人呢 歹毒制呢 她害得咱们鸭鸭 反正她只要跟刘伙断绝关系 跟向辉在一起 咱的日子就高枕无忧了 你能不能闭上你这张臭嘴 好了吗 哥 你们都别说了 我谁都不会跟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决定离开物馆办 离开世纪小区 重新找工作 这怎么又扯到辞职上了 丫丫 丫丫 你不能辞职 你要是每天不和刘伙在一起 不看见她 你们俩真的就没戏了 这个你们就别管了 总之 我不会再给家里添麻烦的 还口口声声说不添麻烦 她把那孩子生下来 就是最大的麻烦 薛姨 你是还在想毛鸭鸭的孩子吗 那不是活哥亲生的 你忘了 我没忘了 我没忘 清啊 一会儿把这些所有东西 都放在箱子里 全扔了 可igne 护心 黑蝦 你别说是一个 不然我都会教你 牺牲着 瘾子 瘾子 去楼子 不然我都会一样 不然我会忘了 那我到底是扔还是不扔啊 晓清 我有事找你 杨阳 我改天再来看孩子 想回来 一切都太迟了 什么 你要去找薛姨 告诉她你跟虎哥要结婚了 当然了 这可是刘虎亲口答应我的 我现在 必须赶紧促成这件事 不能再托了 不能托 想回 Heineà呢了 神 doctors 神 interest 神仙 神 temples 神老师 神脏 神弥 神奇 神明 神前 神兽 神明 神兽 神明 神兽 神明 神兽 神兽 神明 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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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自己的孙子 干吗这么舍不得呢 干吗这么在乎 妈 妈 我这好点时间都没来看您了 这不 我给您啊 买了些补品 您看看喜不喜欢 请您以后叫我阿姨 请 你干吗把别人带到家里头来呢 薛姨 是雨琪姐坚持要来家里看您 妈 是我自己要来看看您的 这不 我跟刘霍马上就要结婚了 改口也是迟早的事 何必那么麻烦呢 薛姨 你别看我呀 是火哥自己答应的 刘火答应的 妈 这个事您还不知道吧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骗您呢 要不然等刘火回来 您亲自问问他 问都不用问 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 我觉得你是自己在做梦 刘火对你的感情早就犯片了 妈 我们之前那不是有一些误会吗 当然这件事也怪我们两个 我们没有处理好让您操心了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相爱的 从来都没变过 我看没变的是你吧 我是他妈 他心里头喜欢谁不喜欢谁 我比谁都清楚 躲你都来不及了 还会娶你 妈 我和刘火要结婚这事您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当然也许从刘火的口中说出来 您可能更容易接受 我今天来上门拜访您呢 就是想提前跟您打个招呼 别到结婚那一天您最后一个知道 那就太不礼貌了 是吗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 这个家有我在的一天 刘火就不可能娶你何与其 听清楚了吗 小心送客 妈 我给您买的这些补品 您要是喜欢吃您就留着 不喜欢吃您就扔了 到时候我再给您买更好的 妈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吧 我知道 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 你心里一定在怪我 怨我 我的心里比谁都难受 所以我已经想好了 物馆办的工作呢 是做不下去了 跟刘火抬头不见低头见 和与其又时不时地来找麻烦 向辉又不停地来找孩子 搞得一家人鸡犬不平 这事怪谁呀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好好的日子你非得过成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 你说你这样能对得起谁 对得起我 对得起你爸吗 我知道 所以我才想补救 妈我想带肖肖换个地方生活 重新找一份工作 等一切都平息了再回来好吗 换个工作可以 但是带肖肖走我不同意 你说 你说你能去哪儿啊 我会想到办法的 刘总 我们之前的项目预算超之了 好 不好意思 我跟我儿子有点私事要谈 好 我先出去了 妈 你怎么来着啊 你是不是要跟和与其结婚呢 又不说话了 又像毛丫丫那样先掌后奏了 要不是和与其到家里头 很中肯地告知我 我又被埋在鼓里 对 孩子啊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刚刚才跟毛丫丫闹得不欢而散 还没缓过来多久呢 现在又急着要结婚 而且结婚的对象不是别人 是那个和与其啊 她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和与其了 我们斗不过她的 孩子 你能不能够 让我有个一天两天太根日子过呢 好 我有我的原因 别这样好不好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的真的 我要的不是解释 我要的是一种态度 好 如果 你坚持要娶和与其的话 那抱歉 我只有躺着出去了 爸 来 媳妇 你这是慌慌张张的干吗去啊 找向辉去啊 你找他干吗呀 鸭鸭要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的 你知道吗 鸭鸭要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的 你知道吗 鸭鸭鸭 鸭鸭跟刘伙不是离婚了吗 她是不是得再嫁人呢 她带着个孩子再嫁人 能有什么好的选择呀 还不如直接找向辉呢 反正那孩子也是她的 你这么说也没错 人家向辉现在有钱 这小姑娘不得一堆一堆的 不行 你赶快把她找回来 让她跟鸭鸭合好啊 对对对 我赶紧去了 你多穿点衣裳 你买个菜嘚瑟 这样美丽动人 好 我赶紧去了 然后 στη绡衣裳 男仨未忘了 当然有时候 尽快把她打进去 obj wavelengths 我赶紧去的 缴لف网 你 芽芽 主任 这个是我的辞职信 芽芽 你这工作干得好好的 你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啊 我不想给大家惹麻烦 而且我自己本身 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我怕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我知道了 你是为了那个何雨琪是不是 你是不是怕她呀 那你太小看我这个主任了 我要连你都照不住的话 那以后我这个主任还怎么当啊 你放心 她要敢动你一个手指头的话 我立马报警 主任 谢谢您这么器重我 可是我真的 芽芽 再来谈谈吧 再来谈谈吧 我一想到你要娶何雨琪 我心里就一肚子的气 怎么能别再说这个事了吗 我眼看着我的儿子就要娶一个不该娶的媳妇 我能不气 我能不急 我能不担心吗 妈 你以为我心里痛快吗 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 孩子 我现在只要脑子一飘过 她进我们家 我真的 我吓得我的心都掉到谷底了 你知道 如果说你真的孝顺我的话 我可不可以求求你 你告诉她 你远离她 我们这个刘佳不欢迎她 你请她走得远远的 行吗 妈 小青 开门 好 雨琪姐 今天都在啊 刘霍 你看我走路这么不方便 你都不出来扶我一下 你不待在家里养伤你来干什么 我知道你关心我 紧张我 我来还不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吗 等我们结婚之后就好啦 黄叔郎给击败您 妈 您看您说的 我知道您还为之前我的那个误会生气 我先跟你说对不起好不好 对不起了 你们还没吃饭啊 你快吃吧 快吃吧 都是一家人又不是外人 你们先吃 你们先吃饭啊 何雨琪啊 你真把这儿当你自己的家了吗 刘火 难道不是我家吗 刘火 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马上请她出去 刘火 你别为难我 好 我不为难你 您请留下 我走 妈 您请留下 我走 妈 刘火 我妈需要时间静一静静 我们都了解妈的性格吗 她需要时间的 你拉我干什么 那是我妈 你告诉我 你辞职以后要去哪里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我总体知道你要去哪里 带着孩子去哪里吧 你别问了 你别问了 我不会告诉你 瑶瑶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够让我跟孩子在一起啊 你要干吗 你要跟我抢孩子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怎么样 我告诉你 孩子现在是我的全部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抢他 相辉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这种态度 我每天都特别地害怕 我闭上眼睛 就是你来跟我抢孩子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要跟你抢孩子 我只是想照顾你照顾孩子 明白了吧 小灰你听好了 绝对不可能 不会吧 瑶瑶要把孩子给带走 好 毛希林 行 这儿不童话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叫我姐了呀 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来找你 我问你 你最近为什么老是找相辉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没打什么主意呀 我就想让相辉跟丫丫和好 你疯了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说的 那陈年旧战咱就别翻了行吗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呢 我就想让人家一家三口团圆 你呢也趁早给我死心 你没看现在相辉的心思 都在丫丫跟孩子身上吗 我提醒你啊 从现在开始 离相辉远一点 过不了多久 相辉跟丫丫就结婚了 你要再来捣乱的话 我头一根就不答应你 莫兴林 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啊 你想同归于尽是不是 我跟你赔了 疯了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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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疯子你 我都不是干什么 你干什么我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我今晚就干嘛 如果你干什么呀 我准备你干什么呀 我还会去呢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就这样走了 给我买相机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当初是你求我放过毛鸭鸭的 如果你还是这样对我 我仍然有办法对付毛鸭鸭 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样子 好令人厌恶 要不这样 他还在为自己设施 今天要求而懊恼 这是一波问题 一波有期 你说什么 你猜 今天我在楼下我看见谁了 猜不到吧 我看见了毛鸭鸭 还有孩子他爹 你说巧吧 儿子啊 儿子 我知道 毛鸭在你心里的位置 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更别说你对他的那份情 那份意义 那份爱 也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每一次 当你看到毛鸭鸭那种眼神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骗不了人的 对 今天我还打听出来 说毛鸭鸭她辞职了 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她要去哪儿 去哪儿 我怎么知道 需要我去帮你再打听一下吗 我回来了 妈 你就是要干吗 你还有脸问 那儿 还不是你们两口子闹的 鸭鸭死活现在不在这儿待 要带笑笑走 我怎么也劝不住 鸭鸭都这么晚了 就别折腾了 这笑笑还小呢 嫂子 你敢说不让我带笑笑走 不是出于私心 不是跟我哥一样 把笑话当替换机吗 我们还是一家人 你有把我当最亲的人吗 现在笑笑就是我的命 我得带她走 我得带她走 要想跟鸭鸭复合 第一步 你得先跟童话一刀两断 可是童话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我怎么跟她一刀两断啊 童话现在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你没搞错吧 什么家人哪 你要老这样跟童话五断丝连的 你就绝对不能跟鸭鸭在一起 童话那个脾气 她能看着你跟鸭鸭过好日子 那还不折磨死你们呀 所以必须跟她一刀两断 第二步 你在想办法接近鸭鸭 接近孩子 鸭鸭现在连孩子根本她就不让我接近 我怎么接近呀 我怎么劝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怎么劝她她都无动于衷 那你也不能赖人家 当初你怎么对她来着呀 是啊 我知道我也没有怪她 喂 媳妇 说 什么 芽芽这回懂真格的了 芽芽 我在你家楼下 芽芽 刘虎 你怎么了 听说芽芽要走 我来劝她希望她不要走 可是她不进我 你能劝劝她吗 让他留下来 杨阳 你怎么下来了 杨阳 杨阳 我知道我说这句话可能会觉得很可耻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不说这句话的话 恐怕我以后没有机会再说了 杨阳 杨阳 再来结婚吧 嫁给我 我想会发誓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伤害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照顾你和孩子 好不好 希望你能幸福 你可知道你是我 生命的所有 可知道只有你 让我一生守候 当你无知都是我 当你笑哭泣都是我 人家还跪着呢 杨阳 起来吧 是否还爱我 你这是何必呢 你这样让我怎么答应你啊 来 来 起来 起来 你别介意啊 鸭鸭肯定是一时没想明白 你发现 我帮你说服她 要是为我的角落 有面子都带着 刘总 刘总 怎么在办公室睡了一夜啊 昨天晚上忙太晚了 真没回去 刘总 我听薛怡说 你要跟语气姐结婚了 我不想说这个 刘总 刘总 你怎么又来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一切都结束了 你还要说什么呢 结束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爱压压了 你懂什么叫爱吗 你自私地想跟向辉在一起 背叛压压你觉得这就是爱吗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我现在就想你马上跟压压复婚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当初那样的情况 你都跟他结婚了 现在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可笑啊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你给一个人带来的伤害 大过于幸福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放手 你以为压压跟我在一起 向辉就会理所当然地爱你吗 她不会 昨天晚上 向辉跟压压求婚 求婚 不可能呢 你骗我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再也不想听到 有关这一切的任何事情 你想我把压压从向辉身边带走 我 我做不到 现在的我只能够远远地看着她 祝福她 你爱向辉 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 祝福他们 反正我不相信 爱一个人就是要和她在一起 我不相信向辉会和压压求婚的 我不相信 再来 不信向辉为了 谢谢 谢谢 我 你不能让你接受我 怎么做 小灰 你是不是和艾雅求婚了吗 这么说是真的吗 可是牙牙她并没有答应 你就这么爱她吗 小灰 你跟她求婚了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啊 童话 你放心吧 我会给你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到时候你就可以有事情做了 而且 小灰 我答应你 我会找工作 我不再任性 我也不再游手好闲呢 但是小灰 你不能跟艾雅结婚 你是我的小灰 童话 咱俩的关系 其实早就结束了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我是怕你一时间承受不了 也适应不了 你现在举梦无亲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不管你的 我会把你当成亲人 把你当成妹妹 我不要做你的亲人 我也不要做你的妹妹 我要跟你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小灰 我爱你啊 我有什么比不上芽芽呢 小灰 你不是喜欢孩子吗 我可以给你生啊 你要多少我给你生多少 童话 爱情不是祈求来的 那你呢 你现在不是在祈求 把艾雅的爱情吗 是啊 我是在祈求她的爱情 所以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 我希望你能够找一个 跟你相爱的人 你只要放手离开我 你一定可以的 我 我绝不 我绝不 小灰 你听清楚了 如果你敢和芽芽结婚 我一定会死在你们的婚礼上的 童话 童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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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